。 急走印度,中国拿下中亚最大金户。 众所周知,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,对于能源的消耗也是随之快速增长。 截至目前,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和最大石油进口国。 为了保障我国能源安全,一边开发新能源和新技术,一边对外大规模进口石油与投资收购油田。 如去年轰动一时的哈萨克卡沙甘油田,被我国直接砸下2000亿重金,其中50亿美元用于收购油田股权,成功获得一部分份额。 。 卡沙甘油田位于离海沿岸,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大油田,号称金库也不未过,出量预计在350亿桶左右,如果对其进行有效开采,那么其一天的出油量将可以满足整个欧洲10%消费量。 。 过去,卡沙甘油田刚发现时,曾引起了美国、意大利、荷兰和日本等国的兴趣,并纷纷投资入股。 。 但后来发现此油田开采难度极大,且成本较高,因此美国康菲石油希望退出,表示将手中约8.4%的权益出售。 。 。 他们首先选中的是印度石油公司,但由于哈萨克更偏向于中国,而启动了优先购买权,将其权益接下后,再转卖给了中国公司,结了印度的胡,使得印度十分懊恼。 。 毕竟从战略上看,印度如果能够将卡沙甘油田8.4%的权益拿下,不仅能更好地保证石油安全,还能增加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,反之对中国也是隐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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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,来自哈萨克的石油正通过管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,此时不知印度是做何感想。 哈萨克是欧洲人种和东方人种混血的地方,因此当地盛产美女 由于二战和卫国战争中该国大量的男性公民牺牲,战后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 由于男女失衡,美女偏多,在哈萨克最多甚至可以娶四个老婆 这里的美女过盛很仇价,由于近年来和中国的商贸文化交流越来越多 当地百姓甚至政府开始呼吁中国的好男儿来哈国娶妻生死安居乐业,发展当地经济 众所周知,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,对于能源的消耗也是随之快速增长 截至目前,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和最大石油进口国 为了保随着我国能源安全,一边开发新能源和新技术,一边对外大规模进口石油与投资收购油田 如去年轰动一时的哈萨克卡沙甘油田,被我国直接砸下2000亿重金,其中50亿美元 用于收购油田股权,成功获得一部分份额 卡沙甘油田,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大油田,号称金库也不未过,出量预计在350亿桶左右 如果对其进行有效开采,那么其一天的出油量将可以满足整个欧洲10%消费量 过去,卡沙甘油田刚发现时,曾引起了美国、意大利、荷兰和日本等国的兴趣,并纷纷投资入股 但后来发现此油田开采难度极大,且成本较高,因此美国康菲石油希望退出,表示将手中约8.4%的权益出售 他们首先选中的是印度石油公司,但由于哈萨克更偏向于中国,而启动了优先购买权,将其权益接下后,再转卖给了中国公司,结了印度的湖,使得印度十分懊恼 毕竟从战略上看,印度如果能够将卡沙甘油田8.4%的权益拿下,不仅能更好地保证石油安全,还能增加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,反之对中国也是隐然 现在,来自哈萨克的石油正通过管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北京,上海等大城市,此时不知印度是做何敢想 哈萨克是欧洲人种和东方人种混血的地方,因此当地盛产美女 由于二战和魏国战争中该国大量的男性公民牺牲,战后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 由于男女失衡,美女偏多,在哈萨克最多甚至可以娶四个老婆 这里的美女过盛很仇价,由于近年来和中国的商贸文化交流越来越多,当地百姓甚至政府开始呼吁中国的好男儿来哈国娶妻生子安居乐业,发展当地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ー支持明镜与vedicotts ツ Kryaル